大家好,我是阿迪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迪 那我們上次有阿迪挑戰賽 首抽五個手法裡面 上次跟大家聊了那個安典注水法 果然馬上我們兩個的見解就不太一樣 想法不同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這個手法上面有很多細節可以來討論的 第二個挑戰賽上次我們已經抽完了 是用點滴法 點滴法在日本也是超級多流派 我也蠻期待 阿迪的流派能夠給我什麼樣的 味覺震撼?好不好 你喜歡的點滴是從頭到尾都濃郁嗎? 我比較喜歡 濃郁型的 從頭到尾都濃郁 所以等一下我 應該 我等一下應該不會衝到我要的水量 然後提早結束 然後之後再 bypass 依照你想要的濃淡度去調整 所以你大概 要滴到多少? 用20克的粉 然後大概滴 前面100CC 左右是全部都點滴 最後到了 100到150或180的時候 所以往外繞 但都是在中間繞一點 然後最後會清掉 okok 我來研究一下 我剛才在想 說不定我們不要用秤好了 不用秤喔 下面流出來的水量 okok 就是憑那個 output 對output okok好 蠻日式的 蠻多日式手法確實 他不是很重視說可以多少水 以output為主 ok好 所以你要粗一點 還細一點 正常 正常 原本的16 好,我一般是用16 好,那我們這次的濾紙我們就不進食 因為我覺得濾紙不進食 你可以觀察那個水的擴散狀況 往上吸的時候 就是你點滴法有時候 因為你的給水 你雖然都給中 就算都給中 但是他水的那個水道 他可能會往某一點的平衡去 你可以稍微去回調一下你的那個水 給水的點 給你放 總結度做修正 不錯 這個技巧蠻好的 對 因為我其實我也蠻喜歡 我一般是 濾紙是濾紙 所以我們確實也是會看一下濾紙的吃水狀況 擴散狀況 好,摸好了 粉是用正常出戲嗎 對 好,這是 濾紙C3的16格 跟我平常的研磨度差不多 好,來 水溫你講幾度 水溫我們用95度好了 95 我都這邊95 那進來是大概90 差不多 好,95度 還有 這樣 要擺到 好 所以學長很貼心 幫我弄一個好點滴的手 好點滴的手 我怎麼會叫你用Fail點啊 我鼻死你 這太不公平了 我會直接崩潰 要合理一點 對不對 直接不露了 不是要成你 對不對 只要讓你示範 手法給大家看 夠不夠 差不多 這樣應該500 好 好 點滴還是要選一個合理的弧 對啊 不是每把弧都可以用的 那你會高十字清 好 感覺一下 好 你要Auto模式嗎 好 好 好 然後一開始我們就中心點 目標是 前面100 對 100 不錯 可以看到膨脹的狀況 正中間 然後我覺得這個時候就是 最容易 心急的就是 你會想要移動它 但其實一開始不要動 因為水會自然的往外面擴散 因為點滴法一般是不動 對 對 膨脹的很好 因為有時候會看到說 哎呀怎麼覺得點了很久 啊水怎麼都沒有往外擴 它需要時間 因為它水量這麼少 你現在38秒 只點了20克 所以很像點滴法的節奏 我一分鐘大概也是30到40克 對 還是蠻好的 然後像你看現在有稍微往我這邊 跑對不對 水的 水的狀況下 是我這邊的濾子比較濕 所以我可能會稍微往 上面一點點走 我的上面 對 然後看到上面有點水 那就差不多 我們再慢慢回來 那我覺得觀察那個 點滴的話就比較不會一直看 底下的時間和數據 會去看豆子的排氣狀況 然後粉的吃水狀況 你的觀念很好 因為其實點滴就是看吃看排氣 對啊沒有別的 就是排氣排得好 點滴就很好 就怕大家都不看排氣 只看你的水珠 這個是最容易NG的 1分43秒 OK 然後60克 慢慢來 不要急 要掉100 對 有夠久 其實是偏久 因為我後面就不會一直給水了 好 這個做法算是 跟我的流派有一點差別 但是挺有趣的 我大概跟大家分享 他的我們差異性 大概100克 如果以正常來說 100CC大概要滴快3分鐘 3分鐘 對 要滴3分鐘 對 算是時間算蠻差別強低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就是其實是 從之前去附咖啡 那邊跟小雨哥 有一次在聊天 他說 他其實可以 從頭到尾一直滴 然後滴了3-4分鐘 然後但味道還是很乾淨 然後後來就有開始 再往這個方向去摸索 然後就發現 他其實就是一個 萃取就是一個 交換物質的概念 那你如果前面帶的多 後面就可以帶的少 後面帶的 如果你後面要帶的多的話 那前面可能就不能帶太多 所以你是目標output 100 output 100 所以他要超過100 對 output 100 就是要留下來100 這個 確實是蠻舊的 好 差不多了 我們就 重新 好 給一點水 讓他膨起來 就可以收 就是改身多次斷水 對 慢慢往外繞一點點就好 不要去把那個 牆給 破壞掉 破壞掉 不做淹水 不做淹水 這個手法跟我的是比較接近 日式手法 其實 淹水都是很厚 厚段才會淹水 對 前半段通常都不太淹水 這也是為了保證 乾淨 好 我們再給一度就差不多囉 output 150 ok ok 差不多 大概input是200 就給200的水 好 opput是150 好 剩下還有一點水 我們就直接拿掉 給瓜哥斯 ok 酷 挺有趣的 剩下最後 農蛋就自己調整 因為有 口味 你先調啊 你先喝喝看 先喝喝看 看我 會不會太爆 我就可以掛 好 這 其實我覺得 一點點就好人 OK 所以 雞的水程度高很多 對 比較 味道比較拉得開 嗯 所以這是你喜歡的點滴吧 我比較偏向這種方式去 嗯 有時候 有時候也是看心情 有時候會 後段 其實我覺得它 你如果點滴法 你後段要 給水 因為有些像 河野 嗯 我記得就是前段點滴 然後但沒有點那麼久 嗯 然後到它要水量之後 會開始慢慢小圈小圈 最後就讓它淹起來 嗯 我覺得這個方式也可以 它就是另外一種味道 那你後段的那個一些 口感啊 味道它就比較出來 那這個的話你都會全部集中在很前段 嗯 它的 可能 大概到有點甜 但是又沒有很甜 就結束了 因為這個做法呢 其實我會理解 那你這個做法 我覺得比較適合拿來搭餐 也可以 因為它的喝法上面呢 是 呃 它的 你後面也是多次斷水 對 那多次斷水它能帶來的一個效果 就會是 也是 比較濃郁的 對 所以後半段濃郁 然後前半段點滴也濃郁 所以濃郁加濃郁呢 這滴喝起來就會 很有重量感 對 很有重量感 所以這種 這種咖啡呢 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喜歡喝這個的話呢 可以拿 配點點心 因為它就是 很像傳統日式的 司茶店文化的產物 可以搭著那個什麼 喝果汁啊 就是 拉拉麵 拉拉麵 可以拿重口味 我跟你講 它這個這種口味 它是什麼最好吃 就是它那個 拿玻璃義大利麵 他們吃茶店文化的 超級油 而且 番茄醬 加超多 鐵板去煎的 那種東西呢 什麼飲料 配上去都不行 都沒味道 就是配點滴法 是最讚的 嗯 所以這種風味 我覺得 它比較適合 更適合拿來做菜 對 然後呢 如果 跟阿迪剛才說呢 如果尾巴是有走 水走快一點 對 就是後巴不要這麼 給更多的水 讓它能夠穿過咖啡粉塵 對 然後呢 這種做法呢 它會比較耐喝 對 那如果你是那個 平常喝手 一比十五喝習慣的 你喝這個會習慣 對 這個的話 它就是很重 就一個重擊 你的嘴巴會這樣爆開來 對 所以它的風格上面呢 就會 真的是很日式啦 我覺得反正 因為這次學長出了這幾題嘛 如果想說 你要玩的話 就玩到 玩到狠一點 對 如果要做點滴 我們就盡量都 把點滴的特色呈現出來 那做單點注水 也盡量把單點注水 它的那個特色做出來 但我覺得那個阿迪 跟他排氣的部分 我是個人覺得非常棒 對 因為我最怕的就是你 排氣的部分 如果 那個排氣效果沒有特別好 對 那個 事實上來說 那點滴就基本上會判失敗 但其實我覺得排氣這個東西 所以我的心得 就是剛才有講的 不要快 不要擠 因為其實點滴它是需要耐心的 然後你如果有時候一騎 就是你的那個點滴 例如說你想要換位置 或者說你想要加速 它就會失敗 容易失敗 所以差不多那個頻率 我覺得是蠻好 就是一分鐘 大概是給3、3、3 40克都沒關係 但是真的不要太緊張 所以我到100克應該是有3分多鐘吧 有 因為我是要抓 6百 所以大概超過3分鐘都還是OK的 是的 那那個刷這裡 我可以給你一個建議 我覺得是這個點滴法 有一個小小的地方是蠻有趣的 就我剛有觀察 你大約是在1分45秒左右 大家可以看一下回放 1分45秒左右 你的中間的排氣空氣已經排光了 所以開始有點凹陷了 通常呢以我的經驗來說 那個情況之下呢 不要維持太久 因為那個時候代表說什麼 我的空氣已經沒辦法再 潑了 對 那要潑的情況之下呢 我中間的粉就會比較支撐不住 所以你會發覺說 你大概要2分鐘到3分鐘的過程 這個1分鐘 是你的最大量的流光的時間 對 所以我一般來說呢 我都會做到2分鐘左右 你就到它中間已經沒有在排氣 往外 就開始做下一段 這樣子的第一段 它的那個層次會更集中一點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你知道 DDIFA當然排氣非常棒 對 所以在排氣過程之中 可以稍微觀察一下 如果你覺得 你的中間已經有凹陷了 可以考慮說 應該代表說它的空氣已經排單進了 可以考慮說可以做下一段 就是你要做 比如說你要做那個 往外要多吃斷水 或者是灌水 其實都沒關係 但是差不多那個時間 可以考慮一下 這樣你的前後的層次感 會更開一點 就是前面牆 後面其實都可以 但是會更有那個線條 會更清楚一點 OK 今天蠻棒的齁 莫名其妙 就秀了一招 可以喔 可以啦 真的喔 有練喔 手緊張一點 還考不倒 考不倒 OK 那如果各位喜歡做甜蜜法 真的可以試試看 不要這麼難嗎 對不對 也是蠻難的啊 切不下去啦 切不下去啦 還真的蠻難的 我就覺得 OK啦 但是挑隊虎很重要啦 對 不要拿一個 根本不能點滴的 不好點滴的虎 你要點滴 不要勉強一隻 只要勉強 會累死啊 像那種威控武器 其實基本上 大部分都不行 因為它為了讓你好助損 對 它是流暢 流暢 它沒辦法一滴一滴的 大概只有那個 那個泰摩的賀嘴 那把算是比較可以 可以 點滴的 賀嘴壺 所以大家如果要點滴的話 可以挑一下 先挑 現在的那個 沒有溫控手頭武器都買便宜 挑一把舒服的來練點滴會比較好 OK 那我們這次計畫很開心 感謝阿迪來幫我們做示範 謝謝阿迪 OK 那我們期待下一次再跟阿迪合作 下次見 拜拜 謝謝阿迪 按讚 嗯 那個 給我 純